放网 漂亮 这是一个高点的点杀 这上占有一些优势 它是1米78将近1米80的个子 所以它的点就相对比较高 漂亮 林丹打球的目的性 那在2009年的时候的事 那也是阮天明个人认为 自己最兴奋的时刻 因为他作为越南选手 第一次排进了世界的前十名 现在这次的11月11号的排名 他已经排到了 好的 他已经排到了第八 倒地阶 跟着林丹在跑 有这个感觉 2006年 2007年 2009年 三次获得市井赛冠军 这个球很厉害 这个战术大家可以注意 在对拉的过程中 他会突然赢前强点 在单打里面呢 就是战胜了中国香港的胡云 越南选手软天明是世界目前的排名第八 这是不攻则罢 一攻就要打死对方 大家看 这寻找到机会以后就毫不留情 10比4 大力杀直线 林丹这个杀球能力啊 在目前市场范围内可能都是威胁最大的 杀直线 看林丹在寻找机会啊 现在打得非常耐心 压头顶 前面去了 大家看 这球戳得非常到位 但是没想到对方过来 争夺决赛权 但是这两个运动员呢 在团体比赛里面都输给了林丹 林丹赢朴成焕是2比1赢的 赢陶飞克是2比0 漂亮 我们看到进攻的密度不是很大 但是只要进攻就有结果 炫着筷子是2比0 3比0 3比0 超级适合格这30分 2比5 1比9 1比0 2比4 2比4 2比6 3比4 2比5 4比6 4比5 目前林丹是世界最新的排名排在第四位 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马来西亚的李宗伟 排在第二位的是丹麦的选手盖德 排在第三位的是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陶菲克 林丹排在第四位 刚才这个动作做得非常逼真 制空时间很长 大家看好像要发力突然一下一收 也就是说有六年林丹比阮天明多练了六年 机会 现在第二波开始进攻 漂亮 这个球可以底线给的很好放网 挑高球到底线 再回过头来重新开始 打得非常耐心 结果终于等到了软天明的 打球很清晰 另外整个精神状态保持得又非常好 就是每球必争 而且球线路打得很清楚 技战术发挥的很到位 无畏失误少 相比在第一局 软天明出现的问题 主要是三个问题 第一个一上来以后 第二个就是软天明 没有像林丹一样有了机会 他这个杀手锏 前面的团体比赛里 已经分别2比1战胜了 朝鲜的选手朴成焕 和2比0战胜了 印度尼西亚的选手陶菲克 杀 看林丹打球是一种享受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手法很细腻 但是进攻起来却非常有威胁 拉底线 对角落点很讲究 扑球 则唐仙虎 作为教练人来讲 也是 倒地了 接着把球打起来 大家看 就这个球给林丹制造了机会 挑到后场 这个球抓点抓得很准 他在第一局比赛中呢 这个阮天明的发挥 受到了抑制 但是在第二局 几个失 好的 还应该是 双方打得都非常耐心 头顶上 现在再把球拉到压到底线 平高球压底线 双方在对拉 勾对角 好的 这个球又是一个强一个高点 前世界冠军 两届亚运会男主单打冠军赵建华 从成绩上来看的 阮天明是2010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大奖赛的冠军 同时也是2007年东南亚运动会的第三 男子单打第三 实力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目前他的世界排名 最新排名11月11号的排名是第八位 林丹现在排名是第四位 在第一局林丹是21第九先胜 林丹其实并没有说用了很大的力 他是一个头顶的一个点上 你看李宗伟好像这次他 他前不久又赢李宗伟是吧 好的 又有了对角 所以在其他的过程当中 你的点有一些变化 所以给对方 17比11 感觉这个林丹手上非常有数 可以说球感非常好 我们看一下慢进展应该是碰到网了 看林丹凭着自己的这个对球的感觉 回了一个很非常高质量的对角 国家队是什么时间大概好像零零年左右是吧 应该回了很多年了 然后推了以后现在还是作为国家野猫球队的顾问 回放挑高球 今天阮天明打的也是非常不错 对 场上比分是16比20 借里几乎阮天明又拿回了两分 这样的话应该是跟乔成焕争争这个决赛 最终林丹是以21比16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阮天明呢在第一局呢可以说打得比较消极